大家好 这里是小张家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道1746题 maximum subarray sum after one operation 这题是移到easy题的变种 是maximum subarray的一个变种 这题大概意思是说 给了我们一个array 我们在里面找出一个subarray 这个subarray的sum是必须最大 但是如果按原体的话是这样 我们选一个subarray 那只能是2的 因为其他的附属对他影响不大 所以我们取个2就是了 但是这题给了你一个chance 是说你可以选其中一个数 把它变成square 然后再进行一个decision 比如说那这题的话 我们看负4最小对不对 我们把负4平方一下就变16了 我再取这三位数的时候 就变成2加负1加16 就变成17 是一个最大的数 所以solution就变了 变了的话 其实我们就相当于 我们之前那题的一个小小的变种 之前那题的话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大堆数 我们有一个index 每次往前拱 然后每次往前拱的时候 我们可以走到这儿 走到这儿之后 我重新开始 我前面数都不要了 然后或者说 我想想 走在那边一个数 前面数都不要了 然后重新开始 或者说我继续往前拱 基本就这个意思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写一下代码 写代码的时候 先加一个space 然后直接return一下 我们这个 这题有个trick 我们是不能直接return dfs的 我一会会回来改 首先从0index开始 然后我们还要 就是pass一个true 这true代表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square 我一会解释一下 是从i开始can square 因为这个只可以用一次 假如说我们square一次之后 就不能再用了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booling 去决定到任何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是可不可以继续square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模板了 首先如果 i和can square 是在这个memo 哎呀 就缺一个东西 memo里面的话 我们就直接return 这个memo memo里面 i can square 这个得refresh一下 要不然它会override 我后面的字母 就速度还挺慢的 好 我们继续写 然后再想一下basic basic的话 我们一会回来再想 就说如果我们是可以square的话 我们就把square的chance都写进去 首先我们这个result 直接设一个0吧 还真不行 如果所有的都是负的怎么办 那我们就是把它设成一个负的无穷吧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result就等于这个maximum of what of这个result 其实result不用放进来 因为它是最最小值 然后这个dfs 然后我们可以往前走一步 前走一步的话 然后can square 如果我们这一轮是选了的话 选了的话就是can square就变成false了 因为我们只能用一次这个机会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nums i 再乘以这个nums i 或者直接nums i乘以这个nums i 就前面说我都不要了 这是一种选项 还有一种选项是我们保留 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去选 但是呢我们就没有square了 就是不管前面就是你可不可以square 但是不影响我们的正规的加这个数 所以我们正规的加这数要加进来 然后同样我们还是可以放弃 放弃前面的数 这都是 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会浪费这个can square的机会 如果它是有的话 我们就保留它这个can square的机会 如果不是的话 当然我们也可以保留 它还是会return false 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return result就可以 然后再把结果 放回到这个result里面 好 square 然后再想一下base case base case的话就跟我们的原题是一样的 如果大于等于我们这个 如果过戒了 我们就没有value了 我们就不能再加任何东西了 直接return一下0就可以 这么这么什么也其实错的 错了还挺多 memo等于这个result 然后 用中间可能出现最优解 就比如说这全是-1-1-1 然后用全是-1中间有个8 我们果断放弃前面的只保留这个8 其实也可能是最优解 所以我们得从这个memo的value里面 求出一个最大值 再扫一遍 这回就对了 所以这题应该就是这样 看一下有没有错误 好 这题就讲到这里